眨眼之间已经来到万人杰上空 魏无言左手附在身后 右掌猛然举起 不管三七二十一近乎野蛮一般的 一掌就披落下来 这一掌带着百丈高空的威势 更像是雷神突然间举起了震撼天地的大锤 万人杰开声吐气 来得好 双掌一旋猛然推出 呜的一声 竟然同样发出了剧烈的音爆 随即就是震天的霹雳声音响起 开天三雄当年威震天下的开天霹雳场 魏无言右掌与万人杰双掌猛的接触 轰的一声 底面上整座小山包居然整个的离底而起 跳了起来 万人杰闷哼一声 往下坠落 按说在这样强烈的冲撞力之下 魏无言的身子应该被震飞而起才对 但是魏无言竟然没有换气 身子化作了钢刀一般 从冲撞之力中硬生生下坠 如同一颗在大气层之中燃烧生命下坠的陨石 速度反而更快 一只背在身后的左手举起 狠狠的一掌披露 与此同时右掌又已经背在了身后 万人杰大喝一声 拼命的双掌封了出去 再一次碰撞 魏无言依然是一声不吭 左手被震回 右背在身后 右掌闪电霹雳一般 再次出击 轰 轰 轰 接连七八掌 轮换着野蛮的打击下来 万人杰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他万万没有想到 魏无言在开天霹雳掌之下 居然会完全违反常规的 没有被震飞 反而下落更快 就只是这一点点错误 导致了他现在的悲剧 一上一下 两道人影流星一般飞坠 万人杰的身子轰的一声 砸在地面 深深的陷入地里 魏无言狂暴的身形 夹杂着暴雷一般冲下 只听见地下一阵 疯狂击打的声音 一直深入 深入再深入 成都影与包不还 同时来到这个 人形洞口的旁边 一脸焦急 现在他们两人还不敢下去 更不敢攻击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如何攻击 魏无言固然都要承受 万人杰也必然要承受 两人几乎就是一体的 成都影一声断鹤 两脚一跺 两只手猛地抓在地面 下一刻 黑的一声 慢慢抬起 整整数十丈深的地面 方圆四十多丈 就像一个大饼 竟然被他整个抬起 他一声狂吼 猛地扔了出去 随即一脚踢了上去 这整片大地 被他一脚踢得 翻翻滚滚出去了几十丈 远远的落下 人影一闪 魏无言从地底 搜的一声出来 黑黑的一声冷笑 一甩衣袖 在一片沉年之中 腾身飞起 但他刚刚腾起身形 一道幽冥一般的剑光 就如毒蛇一般 缠上了他 一道阴瑟瑟的声音道 魏无言 难道你忘了 我包不还 还是一个杀手 魏无言大惊 身形击退 现在他剧烈大战之后 功力消耗极大 怎能还硬拼 东南第一杀手的偷袭呢 他的身子闪电般后退 那缕剑光 也是如同复古之躯 脊椎不放 一来一去 等到魏无言 站定了身形 才发现 自己又到了 那个洞口的周围 直到这时 他才有闲暇 抽出自己的剑 三剑交击之后 包不还收剑后退 身子一晃 又隐身在一片沉岩之中 不见踪影 魏无言创造出的这片沉雾 不仅有利于他自己 对于包不还这种杀手来说 更加有利 身后一股杀机压迫而来 魏无言发现 自己已经身处在成独营 与包不还两面夹击之中 一声狂吼 地面岩浆一般沸腾起来 万人结浑身泥污 拼命一般从地下跃出来 一出现在地面 就哇哇哇的连吐三口鲜血 他抬起头狠狠道 魏兄 好毒的金雷手 魏无言连番攻击 几乎将这大地也打穿了一个洞 这被万人结在如此打击之下 竟然还没死 居然还能自己跳上来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让楚阳对于所谓的 圣级九品的修为 又多了一份顾忌和衡量标准 魏无言展言道 彼此彼此 晚兄的开天霹雳掌 却也不是吃素的 他伸出双手 一阵风吹来 他的手臂衣衫竟然化作了蝴蝶 翩翩飞去 露出了干净的胳膊 魏无言有些爱惜的 看着飞去的衣衫 轻声道 这可是七级灵兽 天唤兵残司啊 包不还一声不吭 一剑而出 身子迅速的转换方位 又是一剑 这位包不还 当真不愧是东南第一杀手 东一剑 西一剑 伸出鬼没 带着阴森森的幽冥一样的气氛 阴侧侧而来 阴侧侧而去 但是魏无言所布下的 无言剑网 竟然在他十几剑之后就被破去 程独影只觉得浑身一阵轻松 似乎自己从一个粘稠的噩梦中醒过来 大吼一声 飞神跃起 生死刀 刀芒闪烁 魏无言沉着应战 但是这三个人与魏无言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单打独斗 魏无言不论对上谁都能战而胜之 但二人联手 就有些束手束脚 程独影正面对阵 汉影无品 大刀横砍直批 大开大合 以命搏命 包不还宛若幽灵 飘来挡去 每一剑都是挑着自己最难受的地方刺过来 他所带来的压力 甚至还要超过了程独影 一侧 万人杰闭目调息 正在争取早些恢复功力修为 若是万人杰再加入战圈 挥动他的阴阳桥 魏无言感觉到自己就真的要踏上阴阳桥了 可现在却又脱身不得 先是与万人杰一战消耗了不少修为 再与成都影一战消耗更大 现在等于是他的第三战 这一战精神紧绷 疲劳的程度还要远远超过前两战 就算现在逃走 也必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一旦付出那种代价 自己绝对躲不过东南第一杀手的刺杀 魏无言一边沉着应战 一边在心中仔细的想着对策 不仔细还不行 面对这三个人 每一个都是老江湖 想要在他们手底下溜出去 难度太大 楚阳看着战圈淡淡道 这一战真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魏无言已经换了七种战法了 高手之战 若不能速战速决 那就是长久的耗着 没什么意外的 乐儿那边不要有事才好 放心吧 我们的神魂力量完全能够覆盖那里 我早已经分出一缕力量 注意那边的动静了 一旦有什么异常 我们完全有可能立刻赶过去 那就好 楚阳放下心来 随后他就发现一个疑问 不对啊 魏无言是为天下第一血仇 又是曾经完成过杀死悬赏至尊的任务的人 但目前看来 他的修为分明不到至尊啊 剑灵顿时就白了他一眼 你说这话 有点傻了吧 魏无言若是真的到了至尊 对付这三个 岂不小菜一碟 早就结束战斗了 还用这么拖着呀 不对啊 那他是怎么杀死至尊的 楚阳皱着眉头 杀死至尊啊 并非只有光明正大一条路啊 或者暗杀 或者下毒 或者还能在他身受重伤的时候偷袭 趁人之危 总之办法很多吧 再说了 那位至尊既然被悬赏 那么想要这份赏金的人 就定然会有很多啊 而既然想要这份赏金 那就必定认为 自己有把握 能够杀死一位至尊 才会去接绑的 你以为大家都没脑子啊 魏无言遇到他的时候 天知道他已经与多少位至尊 战斗过了 到了最后 魏无言占了便宜 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楚阳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不错 言之有理 所以说嘛 你平常虽然也会用阴谋诡计 但是在你的骨子里头 你还是一位正统的武者 你想不到这里 并不是因为你智力不行 而是因为 你还向往着光明整大 倘若墨天机在这里啊 就算有人说 一位黄座杀了至尊 恐怕他都不会奇怪 那个家伙啊 就是天生的阴谋诡计的祖宗啊 与帝无清柔一个样 都是属于捏坏捏坏的 楚阳哈哈一笑 至于魏无言这天下第一血仇的名头 恐怕也是因为杀过至尊之后 才被人扣在头上的 至于是不是真的第一 这血仇里面有没有真正的至尊高手 哼 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 楚阳深以为然 这时场中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成都影大呼寒战 黄袍飘飘 长刀化作一道又一道 接天连地的霹雳雷霆 威猛到极点的一刀一刀的劈下来 包布环身形更加的神出鬼梦 一身灰扑扑的袍子 在漫天沉雾之中若隐若现 更加如同一个有形无质的幽灵 剑光如同毒蛇 一会儿一剑 一会儿一剑 魏无言神色素末 无言剑散作了一溜溜的朴实无华的光幕 稳扎稳打 他虽然处在下风 但却守得风雨不透 如大山一立 微然不倒 看这样子 若是没有其他变化 这三个人恐怕一直能够打到明年去一半 但其他的变化 很快就来了 一只在一边闭目调息的万人节 猛然睁开眼睛 眼中射出两道夺目的金光 然后他缓缓站起 浑身的骨骼 劈劈啪啪一阵暴响 伸出两头手臂 只见手臂上的坑坑洼洼的伤口 鲜血淋漓的情况已经不见 两只手臂平滑如初 他的伤势已经恢复 吭的一声轻响 阴阳桥在手 黑白剑发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光芒 黑色如黑夜 白色便是白昼 他走上前两步 仗剑观战 却不出手 成都营与包不还顿时精神大振 成都营大笑道 大师兄 你恢复得好快啊 包不还哈哈大笑 大师兄 二师兄说的对啊 万人节一声长笑 区区伤势 难道还需要常年累月的疗养不成 师兄弟三人同时大笑 战局中的魏无言顿时感到压力倍增 额头上冷汗直冒 他本以为万人节会加入战圈 但万人节却不出手 这让他的打算顿时落空 魏无言这次是真的危险了 万人节若是出手 那么魏无言拼着两败俱伤 从包不还那面突围逃走 应该不是问题 只要重创了这位第一杀手 剩下的两个人在追踪之上 根本就不足利 魏无言等了好久 就在等这个机会了 但是机会让他等到的时候 魏无言却不出手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楚阳呵呵一笑 眼睛恒定无情的看着战圈 这一战真是让我受益良多 需要我出手吗 你出手 你为什么出手 剑灵哑然 我们不需要出手 只需要做闭上官就可以 如果魏无言不能从这三人的包围中突出去 那么死了也就死了 这世上别的没有 就是不缺高手 退一万步说 你出手帮他脱困 他最多欠你人情 别的还会怎样 剑灵瞠目以对 所以说 对付魏无言这种从来不欠人情的人 就要一次性让他欠一个最大的 那样才爽吗 剑灵震惊莫名 你难道想要收魏无言做你的手下 那可真是异想天开 加上匪夷所思的事家 你要真的这么想 我劝你趁早打消主意吧 我说 剑灵啊 我觉得你真的不了解我 我是那种趁人之危之人吗 剑灵默默地低下头去 心中道 你不是吗 第758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